早上好,我是瑞铭,欢迎收看今天1月19号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百革城报 在大马,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被教育要为宗教牺牲或者成为圣战分子 美国纽约时报最近就发布了一段专题影片 片中记录的就是早前参与圣战而殉教的莫哈默洛菲 片中他的家人和之前他在一所宗教学校任教的画面一一曝光 莫哈默洛菲去年1月时,在没有智慧家人和8名孩子的情况下 远赴叙利亚打圣战,5月时遭到伊党开除 而在9月9号就死于叙利亚的中部城市 他在叙利亚打圣战期间,透过社交媒体传送图片和影片给他的一名学生 让他装贴在脸书 而他的儿子认为,虽然感到难过,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真主选上 感谢真主终于选择了他的父亲 新海峡时报报道,全国总警长透露 目前警方正在监督着我国私人宗教学校 避免灌输年轻穆斯林变成好战分子 而前锋报头版就引述几打中出单,也是最高元首的谈话 陛下认为种族和宗教关系日益脆弱 他担心极端宗教主义在几打中内的发展 尤其是被骗去打圣战这一回事 根据报道,过去两年,够扣查60人涉及参与圣战 其中有23人被提控 接着来看英文报新报 水灾侵袭东海岸后,沙拉越也跟着沦陷 许多灾区水位极深 灾民纷纷先行迁出家园到朱山中心 灾区就包括古晋 最后来看南洋商报的头版 正着手准备迎接消费税的商家 请注意 4月1号消费税生效后 所有的商品必须标示包含消费税的售价 也就是说目前不含消费税的标价或标签 必须全部重新换过新的 看完早报头版后 下来是新闻快讯 槟城警方接获投报 一名拥有拿都斯里勋贤的华裔商人 4、5天前遭人乳榜后 至今下落不明 家属也没有接获任何可疑电话 另一方面 霹雳州十兆远发现一具无名交尸 但暂时不知道这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 告别严重水灾后 吉兰丹州刮拉吉赖县又面临另一个天气变化 温度突然降低到摄氏17.2度 甚至比金马轮的天气还冷 而且还有雾气 有专家表示 气温降低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北半球多个国家也面临着明显的气候变化 美国副总统拜登住所外距离大约270公尺的公路 星期六晚上发生枪击事件 肇事喝量逃逸 事发时拜登和妻子并不在家 目前还未确认子弹是否击中拜登住所 警方稍后逮捕一名男子 但还不确定他是否和枪击事件有关 英国约克大学化学系一名教授疑似看了去年的美剧 绝命毒师而入戏太深 竟然在大一学生的考题中要求学生 假设自己是剧中人写出冰毒的原料以及制作方法 但没想到的是考获满分的学生 后来却得接受毒品茶几单位的调查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敬请留守百革时事